大家好我是Exas of Fed的Mr.Law 今天想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AutoCount的Filted by Account Module 所以什么是Filted by Account Module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就是公司里面 Account部门有好几个同事 有好几个同事那些同事都是做同样的东西 都可以开Payment voucher 但是部门主管那个Account部门的主管 他就不想让他的手下看到一些比较重要的Account 比方说director的Selary员工的Selary这些Account 他是自己去负责 他不要让他的手下的那些Account部门里面的一些Club 去负责这些东西他自己负责 所以在这种情况他的部门主管可以给Account的同事 看到所有的Account除了责定的几个Account so在这种情况AutoCount其实有一个很强的一个Module 叫做Filted by Account 这个Module so你可以通过这个Account就是Block调查 so以后有任何的Payment voucher有关于到这些Account的 他的同事是拍不出来的 是隐藏了的 so事不及时让我讲解一下 这个系统是怎样操作 ok先讲一下这个Filted by Account 这个是其实没有在Standard Package里面是一个Add-on的Module 所谓Add-on的Module在AutoCount里面你是要另外付费的 so你要的时候你才可以跟你的Dealer去另外付费购买这个Module so这个Module其实就只有一个功能 就怎样去隐藏一些比较重要的Account 不让那些Account部门其他同事去看到 包括他去找回之前的那些Payment voucher 我们都会把它隐藏掉 so事不及时我就show一下 AutoCount它的操作 你看现在的操作就是 我们看Profit and Loss 如果没有隐藏的情况之下 他所有的Account都会看到进行求促 包括Selery多少 Staf,EPF,SOCSOA全部都可以看到进行求促 在这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 so Commission多少 然后要看仔细的话就按进去 他就可以看到那些仔细 所以谁的那个Selery 包括可以按进去 可以看这个Selery是做给谁的 所以 在这种情况 为了不要影响到 ok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你可以Open这个Module 在ToolsProgram Control Module Setting 它有这个Module叫做Filter by Account OK,Filter by Account so有了这个Module过后 你就可以Set OK,Let's say这个 这个员工是负责Account的部门呢 这样你就Lock OK,这个部门的公司 so这边 OK,你看在那个User里面 它有多了这个功能 叫做Filter by Account 这个Filter by Account 你可以Exclude哪一些 它不必要看到的东西 包括Selery 还有Commission 这两个 重要的Account 你可以关掉 所以他就 没有办法通过这个Account 去读取 ok 那个 重要的那些资料 ok 所以我们就随着 所以 before我进去 那个 Law的Account 你看这个是Admin的Account 所以我再确认多一次 我们是看到所有的Payment Boucher 这些Selery Commission的这些Boucher 都可以看到 so这个Selery的Account 你看它是Selery 这个Commission 它是Commission 另外我做了一个 比较特殊的情况 它是有参了其他不同的Account 这个是没有隐藏的 像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出来的效果 ok 我们就Login 去这个Law的User 然后我们Login进去 这个Law的User so进去Law的User过后 我们就看这个 Cashport Entry 你看 所有有关于到 Selery 跟Commission的那些Payment Boucher 它会隐藏 然后按着这个Law的User 然后你看回那个 Profit and Loss Statement 在Profit and Loss Statement这边 你依然 可以看到这些Selery Commission的Account 可是你 按进去的时候 它会隐藏的 OK 它会隐藏的 你看你按进去的时候 它是没有办法去找到 这个有相关的 那些Commission跟Selery 因为这两个Account 是受到隐藏 OK 所以整个系统就是那么简单 包括这些Tuff EPF 你按进去 其实它也是帮你隐藏了 整个Payment Boucher 但是有一个地方你要注意 有一个地方你要注意 我们回去看我们的那个Payment Boucher OK 这个Payment Boucher 有一种Key法是这样子的 然后Selery 三千块 然后扣EPF 扣SocSoc 有一些公司它会这样子Key 在这种情况 我隐藏的Account只有Selery 可是 Stuff EPF还有SocSoc 我没有隐藏到 在这种情况你要很小心 如果你第一行是没有隐藏的 我整个Payment Boucher 我们就没有帮你隐藏 所以你看这个Stuff EPF 我们没有限到隐藏 只有Selery有限到隐藏 所以如果我Key的时候我到返来Key 这个EPF我们放最上面 然后Selery放中间 在这种情况 你用Law的Account Login进去的时候 OK 你会发觉有一个漏洞 OK 当我们看Profit and Loss的时候 OK 你会发觉Selery这个 我们是看不到 可是 EPF这个它就变成一个漏洞 然后这个漏洞 你可以开回去 看回里面的那个资料 在这种情况 你要注意的就是 两个方法可以解决 一就是你把Stuff EPF也隐藏掉 或者你Key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那个Selery放到最高 OK 放到D行 D行去 所以我们是根据D行来判断整个Payment Voucher 要不要隐藏 OK 所以 总结一下整个Payment Voucher 其实就是很简单 你就去那个User Maintenance 去选择哪一些Account你要隐藏 然后隐藏的时候Payment Voucher Official Receipt 你都可以隐藏 OK 只是Journal也是可以隐藏 反正就是你要隐藏的Account有相关的 我们就从那个Profit & Loss 跟Balance Sheet那边隐藏 跟所有的Data Entry Data Entry就是包括这些 AR Invoice AP Invoice 只要第一行有相关的那个Account 只要第一行有相关的那个Account Code 我们都会帮你隐藏掉 都会帮你隐藏掉 它整个概念就是很简单 OK So 还有什么Event 欢迎你雷诺我们 谢谢大家